《猎王记下》第二十章 在那些日子,西西家病得要死了。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来见他,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留一命给你的家人, 因为你将要死,不能再活了。 他却转脸向墙,祷告耶和华说, 哎,耶和华,求你纪念我, 曾怎样以真诚和完全的心, 在你面前行事为人。 我所行的,都是你看为善的事。 西西家就痛哭起来, 以赛亚还没有出到中院, 耶和华的话就领导他说, 你回去,对我子民的君主, 西西家说, 你祖大卫的神,耶和华这样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看啊,我必医治你, 第三日,你要上耶和华的殿, 我必把十五年的寿命增添给你, 我要拯救你和这城脱离亚树王的手, 又要因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保护这城。 以赛亚说, 取一片无花果饼来, 他们就取了来, 把它贴在窗上, 西西家就痊愈了。 西西家对以赛亚说, 有什么征兆, 告诉我, 耶和华必医治我, 第三日, 我能上耶和华的殿呢? 以赛亚说, 这就是耶和华给你的征兆, 写明耶和华必成全他应许的这事, 你要日影向前进十级, 或是倒退十级呢? 西西家说, 日影延伸十级容易, 不, 我要日影倒后十级。 以赛亚先知呼求耶和华, 他就是日轨上的日影, 就是在亚哈斯的日轨上, 已经下移的日影倒退了十级。 那时, 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 比罗达巴拉旦, 送信和礼物给西西家, 因为他听见西西家病了。 西西家听了使者的话, 随后把宝库内的一切银子、 金子、 香料、 贵重的油和军器库, 以及他宝库内一切所有的, 都给他们看, 无论是在他的宫中, 或是在全国各地的。 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后来, 以赛亚先知来到西西家王那里, 对他说, 这些人说了些什么? 他们是从哪里来见你的呢? 西西家说, 他们是从遥远的巴比伦来见我的。 以赛亚说, 他们在你宫中看到了什么呢? 西西家说, 我宫中的一切他们都看见了, 在我宝库内的, 我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看啊, 日子快到, 那时, 你宫中的一切, 和你的祖先所积存直到今日的一切, 都要被掠到巴比伦去, 没有一样留下。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 你的众子中, 就是由你所出, 你所生的, 有一部分要被掳去。 他们要在巴比伦王的王宫中当太监。 西西家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很好。 他心里说, 在我的日子, 有和平和安全, 不是很好吗? 西西家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有的英勇事迹, 以及他做水池和饮水道, 把水引入城里的事, 不是都写在由大猎王的年代志上吗? 西西家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 他的儿子马拿西就接续他做王。